就支持新疆人民了 怎么了 再次警告你说话挺自重 去帮你们维护一些东西 那就是叫正当言论 是不是扯淡吗 你如果不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 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 我先问你 你配合还是不配合 你不配合工作 我们当然要抓你 我为什么要跟你联系 我不知道 现在网络都是随名制的 你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我们的系统里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你如果遵既守法 我们谁会去抓你呢 那你怎么来抓我吗 我刚问了 我先问你 你配合还是不配合 你如果这样继续不配合 你还是这样的消极的态度 这样无理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 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 你只要今天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领土上 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 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 你要不要沟通 你们有没有搞错 法律赋予你们的权限 让你们去抓人民吗 我觉得你们 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我也知道你们技术肯定很强的 但是你们还没发现我在哪个位置 发的 不管是朋友圈 还是一些文章 你不知道我在中国哪个位置吗 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我就想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在哪个位置 我就问一问你 你在哪个位置 我不用我 你不用我说 你都知道 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能找得到你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我是要求你 你只要配合 删除掉你朋友圈的那些不断言论 我想你除了微信 我相信你在其他平台都有发过 但现在我们要求你要全部删除 你如果删除了 我们就没必要上升到追究你的责任了 之前早没找过你 你心里会清楚 但是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之前的那部门 就是冻结我存款 跟之前的事情相不相关 还是说只是找微信 这一次我发了些 什么支持新疆人民 那些 包括上海的那些事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还是说跟之前的有关 我想问一下 你是说之前 你也有被我们找过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你应该 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一个部门的 对 警察通知 我大概知道了 通过你对话 你也不知道我之前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们这次就希望我要删朋友圈 大概知道你们的来意了 我给你打电话 我是要求你删除 你发布关于新疆的不断言论 你删除掉了 我们就不再去查你具体在哪一座城市了 我确实要考虑要不要删掉 因为你也说了 要查我具体在哪座城市 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上海市 我挺害怕的 我马上删警察同志 我马上删 因为我在上海市 我好怕 我赶紧去删 行不 别来抓我 求你了 怎么了 我希望你好好配合 好好配合你 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发的那些东西 我是真心实地的 为中国老百姓发声的 我为新疆人民发声的 我做错了什么 什么这个叫不当言论 去帮你们维护一些东西 那就叫正当言论 你不是扯淡吗 警察同志 我很尊重你 我很配合 好吗 什么叫扯淡 我请你说话 注意你的一切 OK我错了 我是说 那什么叫不正当言论呢 对吧 什么叫不当言论 我就他妈 sorry 我就他 我就支持新疆人民了 怎么了 我就支持新疆 我再次警告你说话挺自重 我希望你 把你在网络上发表 关于新疆 以及其他的不当言论 立即删掉 否则后果自负 我操 电话挂了 我微信确实发了很多的这些东西 我给你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微信 朋友圈 我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 我刚刚删掉了很多 因为我的 还是尤其担心 我其实删掉了蛮多东西 都删掉了 我基本上其实在他打来之前 因为感觉平常不会有警察的 我查到是警察的号码公安那边 而且是坐机打过来的 我觉得平常应该不会找我肯定是有事 我就立马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毕竟还是国内的有一些朋友家人 所以说有这也听话一点 然后就把那些都删掉了 其实我也没反对什么东西 我就是帮忙转发了今天发生的很多大学大学生发生的那些东西 能看见我朋友圈的朋友请按赞让我知道 然后所有按赞的这些朋友都不是在中国的微信用户 都是在海外的 对所以只有他们看到这上面清一色的都是美国的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这些海外的微信用户 中国的人现在看不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了 他们看到我微信的朋友圈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 我让一些中国的朋友给我截图了 是什么样的 这个朋友截图给我看了 他肯定腾讯也有可能是腾讯的 如果不是腾讯 这个傻逼的公安为什么要打电话过来 他直接在后台弄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我觉得公安打电话 首先第一他也是要你删掉这个 第二其实公安有这个直接有这个强制的能力让腾讯去删 第三我觉得最重要的公安他打电话有其他的一个意味 他首先可以起到一个震慑威慑恐吓的作用 杀鸡儆猴看 所以说如果很多人都收到这样的恐吓电话的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很害怕的 你不要觉得一些海外的其他国家的像是台湾人 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怕的 或者是因为像是你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们不知道这种恐怖 所以大家如果说到像来自像政府这样的权利 公安警察这种权利去直接去威吓你的话 大家都是很害怕的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很多人可能接到这种电话之后 可能就内心的去发声了 发出那种无声的发声 那么就没有意义 所以就达到这些公安的他们的那个目的了 这通电话来了 我就赶紧去把这个电话直接录下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 所以而且我相信这件事不简单于此 于我一个人身上 我相信此日此刻不管从白天到黑夜 全中国有很多人都会受到这样的一则 不管是简讯还是来电也好 它其实就是一种恐吓来电 恐吓中国人民 恐吓中国人发出声音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一下 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加油 台湾加油 中国人民站起来加油 中国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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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